家中不用的二手物品拿到里民活动中心资源回收做环保 里长为民服务民众也很满意 感谢大家爱地球 新北市里长选举同额竞选人数创新高 1032个里当中有520个里都只有一名参选人登记 只要参选人投给自己一票等同当选 根据统计图从91年166人到110年来到520人 逐年攀升其中连任的也不少 似乎表示民众对里长很满意 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现象不一定是好事 但是还是一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 我觉得你同额竞选久了久而久之 对一个里的这个完整性是不好的 里长当得好自然连任 很少人会跳出来竞选 但近两年碰上疫情 里长工作量比起过去也增加不少 疫情期间当然 只要工手需要我们帮忙的 我们一定到位的 而且现在年轻人 选了后来做了都好像不大喜欢做 你当上里长你要找一家办公室 要找楼下 对开销还算蛮大的 拿自己的钱口袋都掏出来的 不是说政府有补助这个没有 从维护环境加强清洁工作 过年过节举办活动 还要配合新北市府政策 一年一度行动治理 新北市市长会亲自到每个里开会决议事项 近距离倾听李明新生 年底选举倒数 参选人不管会不会连任 还是会持续为李明服务 TVBS新闻市全黄建真新北市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